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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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开大火烧水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调一个汁了 这时候我们来切柠檬 需要几个柠檬 三个 两个就够了 两个柠檬 轻盈的味道比黄柠檬的味道更清香一些 对 而且它皮袍之多 一点点就可以挤很多出来了 还有另外我给大家讲 就是这个柠檬籽呢 如果你方便的话 家里凉台够大 你可以摘到花棚里 然后这个很容易就出苗 是 真的是 我家里这个已经种了四颗柠檬了 但是这个柠檬没长果 是吗 开花吗 没开花 也没开花 没开花 但是呢我用这个柠檬叶 就是把这个柠檬叶 直接把它洗干净了之后呢 直接剁碎或者切丝去凉拌 也挺好的 就是那种特别清香的味道 是 我们也是这样子 我们也是经常用到柠檬叶 去炒鸡肉的时候 也放进去非常香 就反正充满了东内亚的这种特色 平时拿来泡水也是很美容的 就现在这种小的这个清凝汁啊 它很多 其实你挤完了以后 你可以把剩下的这个柠檬 拿来直接泡水 而且我们大家在挤的过程当中呢 会发现柠檬皮上啊 有一层淡淡的油脂 它就是柠檬油 而且就尤其夏天到了以后呢 这个蚊子特别多嘛 你可以呢把这个柠檬油 比如说就是盯的盯完了以后 你擦一下 哎 它就 它就会止痒的 真的是这样 那现在就来给它调一个这个汁 这边都是吗 不是 我只要柠檬汁和糖 就可以了 只要柠檬汁和糖啊 对 好 柠檬汁加入一些 直接加到这个泰式甜辣酱里面 对 泰式甜辣酱里面 把它全部都加进去 然后加入糖 就是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调制方法 两粒轻盈 一大勺半的白糖 白糖 喜欢吃糖 甜一点的糖可以多加一点 这边水也开了 里边需要加油吗 加油加盐 给它一点底味和光泽 慢一点啊 油加入一些 然后盐 盐 拿一个 勺我们看 也是要 大勺 偏要给它多一点 好像要一点鸡精 还让它甜 好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辅助的 就是比如说 刚才小苏加的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放在 不加 是 就依靠大家自己的这个个人的喜好 你可以把那个汁调的味道重一些 所以你在汤烫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不加了 现在把处理好的豆角 直接放在这个锅当中 慢慢汤烫它 差不多也要两分钟左右 要 因为我们知道豆角里边 勇者对人体不好的这种元素 如果你没有汤烫成熟的话 它很容易 就是比如说体质过敏 或者是发生呕吐的这种现象 所以豆角一定要把它给汤烫成熟 或者是炒制成熟 吃了之后 它才不会有问题 是的 那现在我们就这样慢慢地去汤烫吧 对 然后在这边我们切一点姜末和蒜末 加到这个汁里面 好 这个基本 刚才你加的这种糖啊 都已经化了 化了 我们现在加一点点 姜 这应该也是 依靠个人的这种口味吧 你可以选择加也可以选择不加 对 加一点它更香更清爽 也更好吃 口感更丰富一点 等一会儿 这个豆角烫好了之后 我们还要泡冰水吧 泡过一下冷水 好的 那现在就开始切姜末和蒜末 加入到这个调料汁当中 那加完了以后 这个成熟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 卷了 卷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所有的料切好之后 我们等待下一个步骤 好 现在我们拿一根浸泡过的豆角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热度了 没有了 已经泡冷了 开始做棒棒糖 我们从末端的时候把它给卷起来 一圈一圈的 一圈一圈的卷 跟蜗牛一样 棒棒糖的形状 其实我觉得如果在家里的话 把手洗干净 可能用手卷更好 对 戴了一个手套就找不到感觉了 而且戴手套它会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滑 是 不容易把它给卷得非常的紧实 到最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签子 把它给固定起来 就你想吃的时候 签子一拿 直接去蘸这个酱 就可以了 对 我们这个时候用竹签 把它给串起来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功夫活 细心 要花一个小心思就可以了 你一定要把它给穿 全部都穿透 穿透 这才能够定型住 那现在很多小朋友 都不喜欢吃蔬菜 我们做的造型好看一点 他们就喜欢吃了 好 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棒棒糖出现了 好 我们就现在就一次做吧 把这些豆角呢 全部都做起来 做出这个美丽的棒棒糖形状 然后呢 我们开始进行摆盘 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 这道菜已经基本完成了 基本完成了 我们摆盘一下就可以了 摆盘一下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小苏边做 然后呢 我们边请大家 回顾一下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豆角卷所需要的原料有 豆角 柠檬 姜和蒜 调料是 泰式甜辣酱 白糖 做法是 柠檬取汁 倒入甜辣酱当中 加入白糖 姜蒜末拌匀 锅里水烧开 加入油 还可以加一点 盐和鸡粉调味 长豆角入锅 汆烫成熟 捞出过冷水 长豆角卷起造型 利用牙签固定 搭配上酱汁就好了 健康小提示 豆角焯水的时候 加入少许的盐和色拉油 可以使豆角的颜色更绿 更鲜嫩 在焯水之后 过凉水 可以使豆角的口感更脆爽 需要注意的是 豆角一定要完全地焯熟 以防止中毒 一块的功夫 我们把这个棒棒糖的 已经做好了 现在 大家看到吗 拿着这个棒棒糖 我觉得瞬间变可爱了 就你今天做的这道菜 应该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小朋友特别喜欢 但是如果换我的话 因为我是相对来 是比较重口味的 我会把这个汁换一种 换成川菜的那种汁 红油汁 你吃过那种啵啵鸡吗 吃过 对啊 那种啵啵鸡的 它那个里边 不就是那种辣的吗 还有红油 上面撒了点汁吗 就夏天不来 夏天是不爱吃辣的 对 就是偶尔 你可以换换口味 今天我们做这个酸甜的 鸡蛋的 对 明天呢 我们就给它 做一个这个重口味的 然后呢 这样的 沾上 沾一下 哇 一口吃下去 满满的幸福啊 那么今天呢 特别要谢谢小苏来的 节目当中 做客给我们大家带来 这样一道的 具有童真气息的 像什么 豆角棒棒糖 豆角棒棒糖 那么 学会了 就做给你身边的 小朋友们去吃 保准他喜欢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